午餐肉您就别直接吃了 今儿个教您一道当下最热餐厅的午餐肉招牌吃法 猪宝味的午餐肉 切一些这个午餐肉丁 来点菜椒 配料也准备好了 这边呢预备了一些葱姜蒜 一个汁 两勺的酱油 料酒 两勺少加一点点的老抽 对于这个午餐肉本身它有味道 盐上面我们要少加了 来一些醋 来点白糖 白糖和醋的比例1比1就可以了 来一点点的淀粉加水泄一下 酱汁就可好了 那这个午餐肉呢 提前要把它稍微的用平底锅煎一下 这款午餐肉是国内首创的唯一的一款低温午餐肉招 低温的好处就是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同时锁住它的鲜味不流失 好了 这午餐肉我已经煎好了 红饱味呢实际上吃的就是胡辣荔枝味 那这胡辣味哪来 就靠这个花椒 辣椒 下入干辣椒 花椒 出香之后 来 葱姜蒜加了 包括这个菜椒 这会儿可以看到颜色很漂亮 辣椒的味道也已经出来了 五餐肉下锅 和我们的这个食材完美的融合到一起 调好了料汁 料汁下锅之后呢 让淀粉预热有一个胡话锅上 很大火 来上一些花生米 嘿 又问你们想吃不想吃 文字按照公保鸡精的做法 公保五餐肉 非常非常的浓香的味道 非常的浓香的味道